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台湾NGO工作者李明哲应在社群平台发表批评中国政府言论,28日遭中国已颠覆国家政权罪冲判5年,台湾北社等独派团体经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无限上纲国家管辖权,并高喊黑帮政权霸凌。 李明哲无罪口号声援,要求中国政府即刻恢复李明哲自由权利,让他早日反抵台湾。 台湾北社社长李川庆指出,当事者李明哲声明对判决不要上诉,这代表中国就是威权霸权的政体。 一位台湾人权工作者附中之前,在网络上声援中国相关团体这被霸凌判刑是人权法治国家不能允许的事。 台湾东社前社长于文仪表示,中国已经将台湾视为其管辖的区域,且发表自由民主言论,被视为颠覆中国政权。 中国还当着全世界的面,公然如此流氓土匪行径,呼吁政府要硬起来,民众要觉醒,全世界应对中国反民主行径予以谴责。 台湾政府真的欠台湾人民一个国家,这个情况曝露的就是国不成国。 台湾南社副社长张顺发指出,李明哲被判五年。 该案就是中国政府对台湾人及台湾政府底线的试探以及政治压迫的策略,并在国际上创造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假象。 中国也在警告全世界的NGO工作者不能允许评论中国政治的言论自由。